哈囉大家好我是指揮完刀鋒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可以訂閱我的YT頻道 那今天要介紹的這隻英雄是奎倫 那為什麼會喜歡這個奎倫這隻英雄 是因為他跟刀鋒寶貝一樣 他殺完一個人或者是拿到一個助攻 他的技能就可以全部刷新 那一樣是我喜歡玩的這種刺客型英雄 奧義的部分紅色是帶十顆暴走 因為有增加一些暴擊傷害 這是奎倫的主要紅色奧義 紫色的話是帶刺殺七顆三個奪萃 奪萃的話是增加一些賴線 以及擊殺的時候會做一個回血 綠色的話是帶龍爪 龍爪主要是提升一些物理傷害跟物理穿透 核心裝備的話有兩件 第一件一定是聖劍這大家都知道 第二件的話一定是破陣戰矛 為什麼會選破陣戰矛而不選擇鋼鐵長槍 是因為鋼鐵長槍還要疊他的物理穿透 那如果說你是選擇破陣戰矛的話 你一開始打對面地下 他就已經有物理穿透了 推薦出裝的話第一件大家一定都是出紅打野刀 我個人是直接升到三階打野刀 那再來的話鞋子會選擇跑速鞋 或者對面的控場太多的話會選擇一個魔防鞋 例如側面有那個佩娜伊耿士這種很暈的英雄 我就會換魔防鞋 第三件裝的話會選擇聖劍 再來是破陣戰矛 第五件的話是全能武器 最後一件看個人 可以出鐮刀可以出王者 也可以出那個復活甲 復活甲的話是打比較保守 那如果你追求秒對面後排的話可以出王者 魔紋介紹 魔紋的話奎倫主要有兩套 第二套的話我還沒有在影片中發給大家看 那第一套的話主要是帶這個死亡詛咒 打了三下會額外造成一次的那個傷害 那第一個紅色是帶影刃 就是在位移的話會下一個普攻 會對對方造成額外的物理傷害 第二個的話是帶鬼爪 有增加自身的一些物理攻擊 附魔紋藍色的話是帶一個鐮刀 三分後的話會拿到一個鐮刀BUFF的效果 常常在傳戰中可以保一命造成一個致命的反殺 反殺的話常常會讓對面措手不及 技能刷新讓對面毫無招架之力 第二個藍色的話是帶賞金獵人 出身就有一層的食物理攻擊 那他總共可以疊到六層 六層的話就相當於一個大減 所以我覺得很值得 第二套魔紋是帶黃盾 為什麼會帶黃盾 一定很多人好奇 因為黃盾他可以增加刺客保命 他在受到30%生命的話 他也可以加跑速 額外拿到一個很高的護盾 那第一個的話是選擇對敵人的傷害增加3% 為什麼會帶這個 因為你近戰只會增加額外1% 所以我覺得這個CP值很高 第二個的話是帶一些物體穿透 增加奎倫的爆發 附魔紋的話跟剛剛一樣 是帶石神鐮刀跟賞心獵人 至於實戰教學的話 前面奎倫還沒上4級前千萬不要去打架 因為他要上4之後他的大絕的被動 你擊殺獲得助攻才會獲得一個技能刷新 那4級後你也千萬不要想 欸我現在4級了 我增加一些物理攻擊 我會隱身 然後我技能會刷新 就直接跑去正面跟人家正面交鋒 那是錯的 其實你要等大家 團戰已經打到一半 或者已經打結束了 對面有殘血了 你再去做一個收頭 不然的話第二個方法就是說 假如你競技領先一兩千 你已經夠肥了 就可以從會戰中 直接正面給人家GG掉 那至於奎倫的實戰技巧 我覺得大家還有一個需要去練習的 就是可以去訓練場 奎倫的2技會有位移嗎 大家可以去練習哪一些地方 哪一些地形 可以做一個穿透 還有他的那個被刺爆擊效果 大家可以再去練習場多練練角度 以上就是這一次的奎倫英雄介紹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在下面幫我留言 影片下方按個喜歡 這樣下次可能還是我來介紹 大家掰掰囉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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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